第160章 我就是这样 石浮星被石老夫人罚了 正在佛堂里抄写金刚经 这消息风一般地传遍了石浮各院 祖母居然舍得罚六姐姐 真是稀罕石浮林院子里 石浮之和石浮染 以及石家其他姐妹都在 听到石浮星被罚 石浮染是面露高兴 石家其他姐妹则是一脸意外 而石浮之只是垂眸喝着茶 看不清神色 石浮染幸灾乐祸到 石浮星当众顶撞长辈 不是一次两次了 祖母早该罚他了 石浮之瞪了一眼石浮染 示意他不许说话 如今他们和伯父里的姐妹 已经隔了一层 已经不能再随心所欲地 发表意见了 还有石浮星被罚 那是祖母在教导他 也不是件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石家姐妹都没附和石浮染 七房的五姑娘石浮一 更是问道 浮之姐 庆国功夫虽是功夫爵位 可名声确实不好 你们怎么想到 把三姐姐说给他们家 还是述出的三房 石浮之醋梅 看住石浮一等人 你们也觉得 我母亲给石浮英说梅 是不安好心 石浮一没回答 像是在默认 其他人就更不会主动找事 都看住别处不说话 石浮林因为以前 和石浮染走得近 不想场面太尴尬 主动打圆场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有些好奇 曾神以前也没和庆国功夫有来往呀 怎么就想起说梅了 石浮之眸光闪了闪 他心里也能觉察到 这次说梅是有问题的 自己的母亲自己了解 庆国功夫真要是门好亲事 他是不可能说给石浮英的 可是作为女儿 他现在只能维护自己母亲的立场 国女间特招考核那天 石浮英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 他那般出色 被庆国功夫三房长子 看上也太正常了 这个解释倒也过得去 可却没正面回答问题 石浮一看住石浮之 浮之姐 六妹妹今天确实有些失礼 不该那般对曾伯母 但是 我觉得她的话 其实并没有说错 石浮之还没反应 石浮染就不干了 吴姐姐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说我们一家 再多管闲事吗 石浮一 不错 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石浮染 没想到石浮一 如此干脆地承认 顿时瞪大了眼睛 你 到底从小一起长大的 石浮一清楚石浮染的性格 没什么脑子 所以直接直视 沉默不语的石浮之 浮之姐 我说这话 没有偏帮任何人的意思 或许曾伯母是出于好心 或许你们一家 是想修复 和四伯一家的关系 可你们选择的 这个说清对象 实在是不明智 不说四伯一家了 就连我们这些外人 都觉得不妥 石浮之面露吃笑 我承认 石浮一能考入过女奸 她是很优秀 可这些无法掩盖 她从小长在边关 没受过教养的事实 高门大户选媳妇 可不是看谁的功夫厉害 而是看管家交际的能力 就这些方面 你们觉得石浮一 能入各家夫人的眼吗 庆国功夫三房虽是数出 可到底是功夫子弟 伯府姑娘嫁入国功夫 这门轻事 难道不是高攀吗 石浮一觉得石浮之脸上的笑 很刺眼 也觉得她明里暗里 瞧不上石浮英的话很刺耳 醋梅道 这只是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想过 四伯一家 从未想过要高攀呢 石浮之默了默 我母亲只是想 尽点自己的力而已 没想过那么多 石浮一眉头皱的根井了 所以我说六姐姐说得很对 你们都不知道 人家想要什么 确实会让人觉得 多管闲时这话 注视有些不客气 饶事时浮之再会收敛情绪 也不由沉了脸 可是奇怪的是 这一次石浮灵竟没出来打圆场 刚刚石浮之看不起石浮英的话语 也让她很是不舒服 或许是受石大夫人耳提面命的影响 或许是前段时间 特查司大肆抓捕严党 让她更加地理解 一个家族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道理 此刻 她本能地想要维护石浮英 屋子里有些沉默 石浮然给石浮灵识眼色 想让她缓和气氛 可见石浮灵不理自己 一时间有些傻眼 石浮之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暗自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 他们一家和伯府的关系 还是免不了地出现了裂痕 虽然早就知道 在他们家和石浮星一家 出现矛盾时 伯府上下可能会选择 偏帮石浮星一家 可是当事情真的发生了 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此刻想想 她真的有些佩服石浮星一家了 外祖母说得对 别看他们长在边关 也没什么学识眼界 可这算计的本事 却一点也不输 从小接受过良好教养的他们 从回伯府之前 他们一家就已经算计好了一切 先是以不回府为要挟 让他们搬出伯府 一搬出伯府 从此 他们家和伯府就是两家人了 哪怕一开始 他们家和伯府的感情更深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长时间不住在一起 加上那一家子带给伯府的利益更大 他们一家和伯府的感情 也就慢慢地变淡了 瞧瞧现在 一切都朝着那一家子的算计在发展 伯府已经不把他们一家当家人了 石浮林看住都沉默不语的姐妹们 心累得不行 最近他越来越发现 福之姐 福染和他们的相处 变得越来越不自在了 很多话也不明著说了 老是说一句留一句 累得很 也许大嫂说得对 日后姐妹间的聚会 她该少请福之姐 福染了 一祥堂后院小佛堂 石浮心跪坐在佛像前 看住蜿蜒生起的香烟 想着石老夫人罚自己的事 想来想去也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说他冒失 沉不住气 或许是吧 他是可以等曾氏走了 再去和石老夫人说 可是他为什么要等呢 曾氏让他不爽了 他为何不能当面将气撒出去 为什么要看住曾氏 以好心人的嘴脸 一边向石家买好 一边做着损害他解利益的事 他就是要当众打曾氏的脸 他不高兴了 他凭什么能高高兴兴地离开 看住安嬷嬷带着丫鬟抬来桌案 放好笔墨纸焰和要抄的金刚精 石浮心郁闷了 前不久才被校长罚站 现在又要被罚抄写作业 他太难了 角落里 安嬷嬷看住石浮心 不情不愿地坐到诸案后 拿起笔 撇住嘴 一脸不高兴地开始抄写金刚精 就有些想笑 六姑娘是绝了点 裂了点 直了点 但还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的 石变 这要抄到什么时候啊 算了 全当炼自了 石浮心慢慢静了下来 专心地抄写着金刚精 很快 天色黑了下来 石浮心提着一个石盒来了佛堂 安嬷嬷见了 很有眼力进而地退了出去 老夫人只是罚六姑娘抄写金刚精 可没说不让她吃饭 姐 你总算来给我送饭了 我都要饿死了 看到石浮心提住石盒过来 石浮心喜出望外 麻溜地开始收拾捉案 石浮心提着石盒走了过去 一样样将石盒里的东西拿出来 看住石浮心吃了一会儿 才开口 姐知道 你都是因为关心我 才会这般沉不住气 以后别这样了石浮心手中的筷子不停 为什么不 我不高兴了 我就要发泄出来石浮心看住自家妹妹 刚回伯府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样的石浮心 此一时彼一时 以前咱们没什么价值 贸然发火 只会让人讨厌 如今我们展示出了对伯府的价值 适当的生气 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告诉大家 不能触碰我们的底线 石浮心沉默了一下 增是给庆国功夫宝妹 我也很生气 可是家里并不知道 庆国功夫可能和摄政网友牵扯 石浮心点住头 这不重要 我今天发火 不全是因为庆国功夫 主要是李家子一家 想燃支你的轻事 其他人还不反对 说着 放下了碗筷 我知道府里的人是怎么想的 府里教养了石正坤几十年 增家又是一门不错的庆家 这不是说舍弃就能舍弃的 所以 府里的人都想咱们家能和他们家友好相处下去 可是 这可能吗 从咱们家出现的那天起 我们家和石正坤一家就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抛开李家对爹造成的伤痛不谈 对于爹来说 石正坤就是抢走他父母亲人 以及前三十多年人生的小偷 而对于石正坤来说 爹的存在也是他人生的污点 一个让他从伯府公子变成了军户之子的污点 这些矛盾 是外人不管做多大的努力 都无法掩盖和调和的 姐 爹虽什么都没说 可你觉得他每次看到祖父祖母还有大伯他们亲近石正坤的时候 他是会无所谓呢 还是会在意难过 石福音沉默住没说话 爹当然是在意的 而且是很在意 爹升任兵马司副指挥后 还是拼命地想立功 这是为什么 不就是想向石家人证明自己不输给石正坤吗 石福音重新拿起筷子 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祖父祖母他们挺糊涂的 他们一厢情愿地想让我们一家和石正坤一家像家人一般相处 一己多人 我们会真的希望看到石正坤一家越过越好 然后踩到我们头上吗 当然不希望了 那么反过来 石正坤一家肯定也不想看到我们一家比他们过得好 只要想通这一点 就能知道曾氏是不可能介绍什么好人家给你的 可惜府里没一个人看到这一点 只想着 让咱们家和石正坤一家修复关系 觉得曾氏都主动了 咱们就该接着 还得以牺牲咱们的另一位前提 可是凭什么呀 哼 这人呀 就不能太贪 生活中的很多麻烦都是自己找的 我们和石正坤一家 最好的相处模式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各个各的 一旦搅合在一块 没矛盾都会制造出矛盾 到时候 其他人又会以旁观者的态度 进行劝和 让我们大度 感情受气受委屈的 不是他们石福音感慨地看住石福星 我发现啊 你现在是越来越能说了 一套一套的石福星养着下巴 姐 你就说我说的有没有理吧 石福音笑你了他一眼 你有理顿了一下 虽然你有理 但还是要讲究方式方法嘛 你瞧今天 被罚了把石福星呵呵一笑 姐 你妹妹 我是那么不懂变通的人吗 我呀 向来是对人不对势 不同人 不同的处理办法 石福音听的无语 你还真好意思承认 见石福星还得意的笑嘱 伸手点了一下他的脑门 你呀 欺软怕硬吧 石福星理智气壮 人活一口气 争的就是主动权 我若他强 人也就忍了 可明明我更强 那我为什么还要忍 石福音听得哭笑不得 妹妹这是典型的小人得志 可是你还找不到理由反驳她 罢了 他们家和李家子一家 确实不易有过多牵扯 曾是骂了也就骂了 一想躺 石老夫人知道 石福音给石福星送饭了 摁了一声 就继继续和石老太爷吃饭 石老太爷看了一眼老七 笑问道 真要下手整只六丫头了 石老夫人 心解儿这丫头 以前我只以为她长在边关 性子无拘惯了 行事才会比较直率冲动 等上了雪支了礼 这些就会慢慢改的 可这一年的接触下来 我发现这丫头骨子里 就有点无法无天 无所畏惧 周身棱角太多 必须好好打磨打磨 石老太爷愣了一下 不至于吧 我瞧着六丫头 还是挺懂分寸的 石老夫人看住老伴 那丫头是个惯会装的 你又不常和她接触 自然看不出她本来面目 我都差点被她骗了 石老太爷不说话了 教养孙女是老七的事 她呀 管好孙子就行了 对了 曾氏提的沁国公府这门亲事 你怎么看 石老夫人想了一下 沁国公府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怎么回绝 我还得好好想想 说情不成 但也没必要得罪人说着 头疼地摇了摇头 她想让次子一家和养子一家 和睦共处吗 当然是想的 可这次曾氏的宝梅 简直是乱谈情 被新姐儿骂 她也是活该 不过 想到新姐儿那毫不掩饰的愤怒 石老夫人又眯了眯眼睛 沁国公府虽名声不怎么好 可到底是国公府 就算不乐意 也不该那般愤怒呀 莫非那丫头知道些什么内力情况 哎 听到石老夫人叹气 石老太爷看了过去 怎么还叹气起来了 石老夫人 我发现我真的是老了 连个小丫头都看不穿了府里那么多孙子孙女 她不说全然了解他们的性子脾性 但多少能看得大概 可对于新姐儿 有时候她真的是摸不透 若说相处时间短 所以她看不明白 可对于五郎 九郎 还有阴姐儿 她都能通过他们的性子推断出他们的行事手段 只有这个新姐儿 让她难以掌控 你要说她不懂分寸吧 可对上外面的人 该怂的时候 她怂得也快 可要说她顾大局吧 可她能经常做出当众顶撞长辈的事 这丫头心中是有把尺子的 可那把尺子不是按照使人的标准定的 而是按照她的标准 她的标准 这就很不好判断了 第161章 母女齐上阵 曾世来伯府给沁国公府说没 被石伏星一脚合 原以为这事就到此位置了 谁承想 三天后 石伏星到国女间上学 刚进皇子酒班 就被乔星宇拉到了一旁 听说你姐要获沁国公府三房的罗元清定清 石伏星眼神刷的一下 凌厉了起来 你听谁说的 乔星宇被她的严肃震了一下 我自有我的消息渠道 你就说是不是真的吧 石伏星咬着牙 当然不是真的了 乔星宇松了口气 看住石伏星 我知道 选秀在即 你们家想早点给你姐定清 但是你们也别并急乱投衣啊 庆国公府门地虽高 但真的不是好去处 石伏星沉着脸 我们家从来就没想过 要高攀谁家说着 直视着乔星宇 这消息你到底是从哪听来的 乔星宇看了看她 薰贵圈子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 一有点风吹草动 很快就会传遍各府就在昨天 沁国公府举办了一场宴会 宴会上 沁国公府的三夫人和你们家那杨子的夫人 曾是很是亲热 大声笑称日后就是一家人了 沁国公府名声不好 可到底是公府爵位 府中公子还是被一些想攀高知的人家惦记住 那些人一听这话可不得了 忙不迭地去打听 一打听就打听到 曾是给罗元清宝梅 想要求娶你姐 然后这消息就被他们散播开了 石伏星双眼微眯 沉默着没说话 乔星宇的话中已经透露出很多东西来了 曾是这个祸害固然可恨 但背后的推手应该是沁国公府 沁国公府是严党余孽 难道就因为永定门暴乱那天 他哥 他姐出手了 所以沁国公府想将她截取回去撒气 乔星宇见石伏星不说话 眼里冒着凶光 不由咽了咽口水 他没想到 长得人畜无害的石伏星 沉下脸会这么害人 身上散发出的压迫 竟比他祖父生气时都还要吓人 石伏星 你没事吧 估计就是想逼武昌伯府认下这轻势 最后即便武昌伯府出面成亲了 也会惹一身衫的 与此同时 玄自班 石伏星刚进教室 就察觉到同窗门都在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见他看过去后 立马一开视线 然后三两位聚在一起小声嘀咕 和石伏星交好的方木林走了过来 低声问道 伏星 你定亲了 石伏星一脸诧异 我怎么不知道我定亲了 方木林见他这样 连忙将他听到的 关于石伏英要和沁国公府定亲的消息说了出来 石伏英听后 勃然大怒 平日里瞧住石伏英挺端庄的 没想到居然会喜欢罗元清 我可告诉你们 那罗元清可是青楼常客 为人风流的步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沁国公府可是公爵人家 石伏英虽是伯府家的姑娘 可谁不知道他们一家是在西北边关长大的 即便考入了国女间 那里其实也没什么见识的 如今有个公府子弟看上自己 他还不得紧紧地抓住 是啊 他虽公府不错 可是高门大户娶媳妇 谁家看的是这个 人家看的是主持中馈 交集应酬的能力 这些他会吗 南魏沁国公府不嫌弃他 愿意娶他进门 虽说罗元清风流了一些 但估计也是他能嫁得最好 人家了教室里的议论声虽小 可多少还是能听见一些 方木林见石伏英气得脸都红了 连忙安慰 伏英 你也别急 下学回家后 赶紧让家中长辈出面澄清 这时就好了 石伏英没等下学 让方木林帮自己请假 然后就静置回了府 一想躺 金月娥和十大夫人 十五夫人 十七夫人 还有十大奶奶 十二奶奶 围坐在一起 正和十老夫人聊着天 看到匆匆回来的石伏英 都无比诧异 等听了石伏英带回来的消息 所有人面色都变了 回复以来 因为底气不足 金月娥很少有情绪激动的时候 可听到自己女儿的轻视 被人在外头胡乱编排 她忍不住了 蹭了一下站起 怒气腾腾道 曾是欺人太甚了 她有什么资格 过问阴姐儿的亲事 那天星姐儿骂她 我还觉得星姐儿做过分了 如今看来 星姐儿那天骂得太轻了 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她自己没女儿吗 想要攀父亲国公府 用她自己的女儿 干嘛来祸害我家阴姐儿 看得金月娥 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十大夫人回过神来 连忙安抚 弟妹 你先别助急 这里头可能有什么误会 误会 金月娥骤然拔高声音 能有什么误会 曾是就是想祸害我女儿说着 悲从中来 在西北边关 李家一家子祸害孩儿她爹 拿她当牲口使唤 如今回了京 她家的儿子儿媳 又开始祸害我女儿了 和他们一家有牵扯 我们一家 简直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 看住眼中 冒着浓浓恨意的金月娥 施老夫人有些愣住 此刻她才竟然发现 次子一家对李家 对杨子一家的不满居然如此之深 可能是平日里金月娥表现得太温顺 此刻 面对薄发大怒的她 石大夫人等人也有些反应不过来 嗨嗨 石大夫人率先回神 看向石老夫人 母亲 要不我去把曾氏叫来府中问一问 石老夫人沉着脸 指着安嬷嬷 你亲自去把曾氏叫过来 石浮音上前帮金月娥顺起 娘 你别急 祖母他们会帮女儿成亲的 金月娥平复了一下心绪 低声道 成亲了 你的名声就能不受影响了 半个时辰 安嬷嬷领着曾宇薇和石浮汁 石浮染过来了 跟住来的还有石浴华 参加完庆国功夫的宴会后 曾宇薇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会得罪伯府 安嬷嬷来叫她 她便绕到去了卫府 将石浮华接上 想让她帮着自己说说话 母女三人刚踏入屋子 金月娥就站起了身 三步并两步 上前就甩了曾宇薇一个耳光 曾宇薇被打得亮枪了两步 差点跌倒 母亲 石浮汁 石浮染大惊失色 石老夫人以及石浮华等人 都是一脸愕然 所有人都没想到 金月娥会动手 纷纷难以置信地看住她 你怎么可以打人 石浮汁扶住被打蒙了的曾宇薇 满脸怒火地看住金月娥 金月娥面若冰霜 我打的就是她 她要再敢祸害我女儿 下一次就不仅仅是打她耳光了 石浮汁还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可石浮染气得已经没理智了 指着金月娥大骂 泼妇 你就是个泼妇 你们一家都是蛮子 就不该回京城趴 石浮英上前一步 抬手也甩了石浮染一个耳光 石浮染捂住脸 愣愣地看住石浮英 好一会儿才哭出来 你敢打我 石浮英冷住脸 我们这些边关蛮子 多少都会点功夫 你嘴皮子不是很利索吗 你继续说 我继续打 看是你说服我 还是我先打趴你 你们 石浮之担心金月娥 石浮英再次动手 连忙拉着曾雨薇和石浮染往后退 这时 其他人才回过神来 石浮华看住金月娥 呵斥道 四弟妹 你看看你 话说到一半 金月娥就冷冷地看了过来 石浮华被她眼中的凶光吓倒 一时间竟忘了要说什么了 石大夫人连忙走了过来 将石浮华拉到一旁 然后才看住金月娥 四弟妹 有话好好说 曾雨薇回神了 立马声泪俱下的大声喊冤 随即又飞快地 将沁国公府宴会上的事 说了一下 母亲 大嫂 我是真的没想到 罗三夫人会当众那般说呀 相公再三交代我 让我不要和郑和一家起冲突 我哪里还敢过问福音的亲事 我也是被罗三夫人利用啊 金月娥刚平复了一些的怒火 又被点燃了 那罗三夫人 怎么不去利用别人 偏偏利用你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 你要没得了好处 会这般上串下调 罗三夫人当众让人误会 英吉尔和他们府的公子定亲 你难道没长嘴 不会否认吗 你就是包藏祸心 想害我的女儿 曾氏 我告诉你 你们一家可以欺负我和孩儿他爹 但不能欺负我们的孩子 你赶紧把这事给我澄清了 要不然 我跟你没完说着 上前几步 来到了曾雨薇面前 石伏之 石伏染害怕她在动手 纷纷挡在了曾雨薇面前 金月娥没理会两个小的 只是看住曾雨薇 在西北边关那么难 我还能在李家那群 吸血鬼眼皮下 养大四个孩子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我豁得出去 我敢用命跟他们拼 曾氏 别让我跟你拼命 看住金月娥争您的面容 曾雨薇抖了抖 就是其他人也大胃震动 以往金月娥给大家的印象 多是老实温和 和他们的相处中 一直带着自卑和拘谨 一度让他们忘了这人 来自战乱连连的边关 边关的人多是有血性的 石老夫人受到的冲击也有些大 回神后 连忙给石大夫人递了一个眼神 让她先带着金月娥和石伏音下去 她好询问曾氏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伏音见金月娥气得不行 也不想她继续待在屋里面对曾氏母女 和石大夫人一起 扶住她离开了 就在金月娥 石伏音联手双打曾氏母女的时候 石伏心又翘刻了 罗元清 晋国公府三房长子 常年榴莲花街柳相 是个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石伏心跑了一趟烟袋子府邸 一会儿的公府 就将她的事情打探了个清清楚楚 新乐芳 那城花街柳相最多的方式 身穿男袍的石伏心 大摇大摆地进来 并静止走向方式内最热的街道 于桃阁 看住眼前这座 丝毫不输于其他青楼的男人会所 石伏心双眼瞇了瞇 快步走到对面的茶楼 靠窗坐下 过了两课钟后 看到曾氏的大儿子石定恒 快步走了进去 石伏心嘴角勾了勾 又过了一课钟 于桃阁里突然传出巨响 紧接住又是此起彼伏的抽棋声 惊讶声 过了一会儿又有嬉笑声传出 因为动静太大 引得街上的人都跑进去围观了 石伏心边喝着茶 边看着无数人涌入于桃阁 等茶喝完了 将一块碎银子放在桌子上 便敲声离开了 在这个时代 男人流连花界柳相 风流成性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即便是有龙羊之号 只要不暴露出来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 暴露了出来 尤其是达官显贵人家 那就要成为大笑话了 石伏心听着身后 越来越大的嬉笑声 快步出了新乐方 刚走出方式 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不速之客 初遥看了一眼新乐方访牌 然后又看了看石伏心 玩味道 原石榴 我说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石伏心点住头 对啊 我迷路了说完 不等楚遥再说其他 一溜烟地跑开了 看住眨眼就跑远的石伏心 楚遥哼笑 还是个灵活的小胖子说着 就挑眉看向新乐方 很快 楚遥就知道 新乐方里发生了什么趋势 就在不久之前 于陶阁天字号包间的门窗 突然破开 将房里发生的一切 明明白白地显露在了他人面前 庆国功夫的罗元清 一丝不挂地 和两个同样什么都没穿的 金状汉子 躺在地上的毯子上 罗元清还是被压着的那个 在三人旁边 还站着一个傻住的石定衡 虽然于陶阁里 这种是见怪不怪 可罗元清是谁呀 庆国功夫的公子 再加上大家本能的 对别人的丑事更上心 还没等罗元清反应过来 房间外就围满了围观人群 楚遥听后 眼皮子跳了跳 罗元清怎么惹到那丫头了 他都没想过 这事会跟石伏心无关 他就不相信 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突然出现 会是偶然 派人去打听了一下 庆国功夫最近发生的事 得知罗元清想娶石伏英 楚遥明白石伏心 为何要整罗元清了 石伏心 这有仇就报的性子 倒是很对他胃口 第162章 一报还一报 新乐坊的花街柳相最多 来往的人既有达观显贵 也有三教九流 非常的鱼龙混杂 试图在这里浑水摸鱼的人不少 也是特监司监视的重点 最红楼 明面上是新乐坊三大青楼之一 暗地里是特监司的监察据点 五楼包间 楚遥一边听着下面的人 汇报养伤这段时间 新乐坊发生的事 一边把玩着手里的药瓶 听来听去 没听到什么要是大事 他的思绪就跑远了 塞华陀和南拳方无尘那一战 是这么多年来 他伤势最重的一次 他都预备烫过年了 可没想到 那塞华陀居然真的有点本事 自从他入轮回殿后 因收控不住体内内力 经常受内伤 多亏十一哥认识古老 这些年有他帮忙掉离身体 他才没遭那么多的罪 饶是古老艺术高明 可面对被绝颠宗室重伤 又受内力反噬的他 他也束手无策 但那塞华陀给他医治了一次 他的伤势就稳定下来了 养了一个多月 他就能下地了 这医术注视让他意外 除药的视线 不由头像手中的药瓶 药瓶里装得完药 更是让他有些惊喜 每次他感觉内力不稳时 服用一颗 居然能缓解他体内的疼痛 他给了古老两颗 想让他研究配方 可惜 到现在也没一点头绪 塞华陀 虽早在他治好装玉糖瘫痪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人医术不错 可切身感受过一次后 才发现这人真的有大财 医术是不错 可惜 却是个前言子 一次诊治 一万两银子 他也是真敢开口 要贵了吗 那也没有 就他能让自己现在就下地走动 那一万两银子给的就不亏 更别说人家还送了自己一瓶玩耀 对于饱受内力反噬痛楚的他来说 这瓶玩耀要价再贵 他也愿意买 不过 一想到塞华陀来无影去无踪的本事 特歼斯到现在一点也没收集到 对方除去医术之外的任何有用信息 他就有些挫败 这人不仅医术高超 还是个隐藏高手 安夜方的四海赌方 是十一哥的产业 他在那里养伤 外人是没法知道的 可是那个塞华陀 却能准确地找过去 要知道 四海赌方明面上有护卫打手 暗地里还有暗探杀手 这么多防卫 他还是悄无声息地摸进去了 若不是他的身体确实好转 他都有些不相信 这个人出现过 药哥就在楚耀想着塞华陀的时候 孟莫玲走了进来 楚耀回神 看向孟莫玲 查清楚了吗 罗元清包间的门窗 是怎么被破开的 元十六会武功 这一点他一开始就坚信不疑 一家子四兄妹 不可能哥哥姐姐弟弟都会 他却不会 十家上交的那些武功秘籍 他曾见皇上翻看过 每一本都价值连成武功绝学 家里有这么多绝学 不学一两门功夫傍身 简直脑子有坑 元十六一看就不是什么安分的乖乖女 他能忍住不学才怪呢 如今就是不知他的功夫比知他哥 他姐如何了 看时定号那小子展露出的功夫 想来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一家都是练武天才 而他却是个废才 孟莫林有些懊恼的摇头 要哥 我们去晚一步了 楚药面露诧异 还有谁过去了 孟莫林赶紧说道 是特查司的人 我们去的时候 特查司已经将围观人群给驱散了 包间也被他们检查过了 我们过去 只能问问罗元清几个人 楚药错了醋眉 特查司的人怎么会在这里 孟莫林提醒道 耀哥 你忘记了 叶末每个月都会去百花楼做做 一听这话 楚药面露恍然 百花楼隶属教方司 当年长乐侯府被抄家 男丁流放 女眷冲入教方司 叶末的妹妹叶兰芷 急急后就进了百花楼 勋贵人家 谁家没几个仇人 深陷百花楼的叶兰芷 就成了他们刁难侮辱的最佳对象 要不是百花楼老宝杜丹燕多次相助 叶兰芷能不能活到叶末回京都不一定 为了报答杜丹燕的恩情 叶末每个月会到百花楼做做 算是为杜丹燕撑下长子 顺便也找点乐子 孟莫林接着道 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 叶末就带着他那几个兄弟 进了百花楼 楚药点了下头 没再多说叶末的事 而是问道 你们问了罗元清几个 他们怎么说 孟莫林面上露出了鄙夷之色 罗元清那家伙都吓傻了 被那么多人看到他光住身子的样子 到现在还处于迷糊中 一问三不知其他人也没说出什么名堂 就是说门窗突然就破开了 也没看到其他人 我们也问过当时在场的人 都说没看见有人靠近过 罗元清的包间处药挑了挑眉 没在场 却将门窗都给破坏了 那丫头的内力已经强到 能进行远距离攻击了 真要这样 那丫头了不得啊 对了 听说石家杨子的儿子也在现场 孟莫林顿时嘖嘖了一声 真的是看不出来 石家杨子时正坤我也见过 平日里瞧着挺正派的 没想到居然养了个喜好南风的儿子 楚药看了他一眼 凡是别看表面 虽然不知道石福星是怎么做的 但那时定衡会出现在现场 肯定跟他有关系 孟莫林笑呵呵道 反正我也不想了解他 管他是咋样的 辽哥 你是不知道 现在外头说什么的都有 可热闹了 楚药对这些不感兴趣 继续让最红楼的负责人 汇报情况 百花楼 五楼最好的包间 三十来岁 却仍然风情万种的老保杜丹燕 亲自提出韭菜走了进来 看了一眼站在窗边的叶末 笑着道 叶大人 过来吃点东西 把叶末没有回头 你放着吧 杜丹燕笑容一致 将石盒里的韭菜 一样样端出来摆放好 然后看了一眼 仍然站在窗边 没有丝毫动作的叶末 眼眸微垂 沉默了一会儿 默默退出了房间 出来后 杜丹燕在门外站了片刻 叶末来百花楼 从来不叫姑娘做陪 永远都一个人 待在这间包间里 一待就是一个晚上 杜丹燕不由想起 几年前叶末回京来百花楼 带走野叶兰芷的场景 他至今还记得 叶末得知叶兰芷 得了自己多年照幅 说要报答她的那些话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什么你都给 是 只要我能给的 呵 我照顾兰芷 是因为我把她当妹妹 不是想图什么 你用不住报答我 世人 就总会有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非要想 做点什么的话 这样吧 你空闲的时候 可以多来百花楼做做 也可带着 自己的朋友过来玩 然后 叶末真的带着 她的手下来了 月月不断 当初让她来做做 人家就真的 只是来做做 想起外界对叶末 对特查寺的议论 杜丹燕看了眼房门 眸光微闪 当看到那个叫赵敬的人走来 立马露出恰到好处的笑容迎上去 风流浴室总是传播的比较快 混后宅的女人有女人的圈子 在外打拼的男人也有男人的圈子 有些时候 一些八卦消息 男人比女人还要灵通 在汉林院上差的石正坤 就比武昌伯府先一步 听说新乐方的艳文 当得知自己的长子 居然获庆国公府出了名的浪荡公子 罗元清搅合在一起 且还在于陶阁被人现场抓包 石正坤气得两眼发黑 匆忙请了个假 就急匆匆地往家赶 回到家中 见长子还没回来 妻女去了伯府 想了一下 知道这事伯府早晚都会知道 便也坐着马车来了伯府 一想堂礼 曾玉威在石老夫人的追问下 抽气柱把沁国公府宴会上 发生的事说了一下 将石福音 罗元清定清传闻 全部推到了罗三夫人身上 把她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 说完这事后 她就开始哭 一副受尽委屈 屈辱的模样 此刻的曾玉威是恨透了金月娥 金月娥刚刚那一巴掌 不仅让她失了面子 脸也被打肿了 现在正火烧火燎得疼 她必须让老夫人给她一个交代 可惜 还没等到交代 石正坤就来了 看到石正坤 曾玉威哭得更猛了 一下就扑了过去 相公 你总算来了 你要再不来 我们母女都要被人给欺负死了 听到她的话 石老夫人和石大夫人等人 都皱起了眉头 而石正坤呢 本就住击住长子的事 此刻看到妻子这扶模样 也吓了一大跳 不等她询问 就听到石老夫人先一步说话了 正坤 你这个时候 不是该在汉林院当差吗 怎么回府来了 石正坤看出石老夫人 这是想转移她的注意力 曾氏半张脸都肿了 一看就是被人打的 就连一旁的小女儿脸也是肿的 有人打了她们 是谁打的 二姐也在 她相信二姐会护着曾氏母女的 此刻没护住 只能说明打人者武力强 没拦住 生活在伯府三十多年 她对府里人的秉性还是了解的 母亲不是刻薄之人 大嫂和五弟妹 七弟妹也做不出打人的事 那么打人的只能是那一家子了 石正坤脑子飞快地转动住 要不要问 问了 府里会给他们做主吗 会惩罚打人者吗 想到在宫里当御前侍卫的石定轩 石正坤戏了想为妻女讨说法的念头 转而面露难堪之色 我想回来证实一些事 见石正坤没有当场发作 石老夫人等人都松了口气 曾雨薇虽有些不满 想告诉石正坤自己受的委屈和屈辱 可他也很疑惑石正坤 为何会这个时候回府 相公向来刻尽职守 除非出了大事 否则是不会随意请假的 想到这个 也急切地看向石正坤 证实什么 石正坤有些不好意思 将他听到的那些混话说出来 含糊道 就是一些流言蜚语 曾雨薇以为石正坤说的 是石福音和罗元清的亲事 心中一松 随即又不以为一道 相公 这种事也值得你放下差事 专门跑回来询问 石正坤瞪眼 流言可杀人 你知道现在外头的人 都是怎么说定衡的吗 曾雨薇愣了 石老夫人等人也面露迷糊 相公 你在说什么呀 怎么扯到定衡身上去了 石正坤知道 流言很快就会传入伯府 直接看住曾雨薇问道 我问你 定衡是什么时候 霍庆国公府的罗元清 搅合在一块的 曾雨薇心中一跳 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其实在这这前 他们家和庆国公府 是没有来往的 也就这次母亲 急着给石福音 说清一事 他们才霍庆国公府 有了走动 定衡 应该就是去庆国公府 接他回府的时候 和罗元清见过面吧 之前他还在大肆夸赞 罗元清是个不错的人 配石福音足够了 此刻绝对不能拆台 庆国公府的原清公子 我见过几次 挺好的一个人呀 相公怎么这么问 石正坤大怒 你知道什么呀 那罗元清 就是个男女不计的混账 兴乐坊中的青楼 南风馆就没有 他没去过的 曾雨薇金柱了 他知道罗元清 肯定有问题 但没想到 问题会这么大 在场的石家人 都沉了脸 就是石福之 石福染 脸色都有些不好 石老夫人看了一眼杨子 从她的话中 她能听出 给阴景保媒这事 杨子应该不知道 想了一下 问道 郑坤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好声跟我们说说 石正坤面上 带着怒容和男堪 定衡今天在 于陶阁被人看到 和和罗元清 在一个包间里 如今外头 都在说一些 很难听的话 什么 曾雨薇傻掉了 他那么优秀的儿子 怎么会去于陶阁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定衡是不会去于陶阁的 还是和罗元清一起 石老夫人等人 也傻眼了 石定衡 是他们看住长大的 是个挺本分的孩子呀 怎么会做出 那般出格的事 石伏只也坐不住了 顾不得长辈在场 直接插话 父亲 我不相信哥会 做这样的事 哥人哪 你有亲自问过他吗 石正坤摇头 他不在府里 石老夫人听了 连忙让安嬷嬷 去和石总管说 让石总管去找石定衡 一归院 石伏因好说歹说 总算安抚住了金月娥 然后母女俩就知道 石正坤来伯府了 就在两人以为石正坤是在心事问罪的时候 又听说了石定衡和罗元清 在于陶阁被抓包一事 石伏因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 眼皮子就跳了跳 怎么会这么巧 前脚传出他和罗元清定亲的事 后脚罗元清和石定衡就被人当场抓包了 是福星 一定是福星做的 张妈妈 你去异祥堂那边看住 有什么消息立马回来禀报 张妈妈离开没一会儿 石定衡就被石总管找到 并带回了伯府 逆子 你做下的好事 石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 一看到石定衡 石正坤脾气就上来了 直接甩了他一巴掌 曾宇为连忙跑过去护住儿子 相公 事情还没问清楚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说着 焦急地看向石定衡 定衡 快告诉你父亲 你没有去于陶阁 没有和罗元清搅合在一块 石定衡垂住头 没说话 见他这样 曾宇为的心都凉了 石正坤刚平息下的怒火又被点燃 你这丢人现眼的东西 我就没你这样的儿子 石浮之鉴父亲怒不可遏 上前问道 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这时 石定衡才抬起头 眼眶发红 看住石正坤 曾宇为 又看了看屋子里的石老夫人等人 我今天确实去了于陶阁 可不是我想去的 是有人给我传消息 故意让我去的 父亲 母亲 祖母 我是中了别人的计 才会出现在罗元清和别人行卧措时的现场的 当时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想走 可身子却像是被钉住了一样 动也不能动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包间被人围住 听到这话 石老夫人眼皮子也猛地跳了起来 放在茶几上的手一下就攥成拳头了 是巧合吗 曾是让英吉尔名声有损 如今他的儿子名声也完了 这还真是一报还一报 石老夫人突然感觉很是心累 之前是他一厢情愿了 总觉得次子和养子并没有什么矛盾 只要多加引导 他们就算不能做兄弟 也能和平共处 可如今看来 他真的将事情想简单了 第163章 撑腰 先是石福音和罗元清的定亲传闻 随后又是石定恒和罗元清 在于陶阁被抓包的流言蜚语 石家上下都被这两个消息打得措手不及 沁国公府罗家名声不好 但凡要点脸面的 人家都不愿意和罗家结亲 在这之前 石家和沁国公府是没什么来往的 可是现在 家里两个孩子都被搅合了进去 名声受影响是肯定的 甚至连伯府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起因于曾氏给沁国公府宝媒 此刻 上到石老夫人 下到石定恒 石福林这些孙辈 心里对曾氏都很是不满 尤其是在得知罗元清 是那么一个品行不佳的浪荡公子 曾氏居然想把石福音说给他 即便是一直和石正坤一家 关系很好的石玉华 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以前吧 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下 两家还能勉强坐在一块 这次过后 我看是难了石大夫人 对住石正茂感叹道 石正茂也是头疼得很 这是怎么闹成这样的 四弟妹也是 就算有再大的矛盾 也不该动手打人呀 这日后还要怎么相处 石大夫人淡淡道 我看四弟一家 就从来没想过 要和正坤一家 有过多的接触 金氏的这次发火 也注视吓了他一跳 让他对这个弟妹 有了新的认识 不过 这事也怪不得四弟妹 实在是曾氏做得太过 英姐的亲事 其实他可以插手的 而且还闹出风言风语 这门亲事 曾氏的出发点就不是好的 石正茂对曾雨薇也不满得很 曾氏这人也真是的 明知道他们家 和正合一家关系尴尬 他还给英姐说 这么一门亲事 他这安得什么心呀 是巴不得正坤和伯府离心吗 石大夫人哼笑了一声 也许在曾氏心里 他帮助说这门亲 是为了拉近他们家 和四弟一家的关系呢 他呀 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四弟一家 觉得沁国公府门第显赫 将英姐说给罗元清 那也是四弟一家高攀 他们就该千恩万谢地 答应石正茂七地拍桌子 这人怎么这么蠢 石大夫人见石正茂七地不行 想了想 转移了话题 老爷 你觉得定衡是被谁叫去于陶阁的 石正茂 郑坤一家搬出伯府后 定衡他们的交际圈子 我也不清楚 我哪知道 他是不是在外头得罪了谁 石大夫人沉默了一下 试探道 老爷 你说会不会是四弟一家做的 石正茂很是干脆地摇头 不可能 四弟一家虽然才回府一年 但他们的脾气秉性 也能瞧个大概四弟和金石差不多 他们可能会面对面的直接动手大人 但像背地里阴人这种事 应该是做不出来的 石大夫人又问 那五郎几个呢 石正茂 那就更不可能了 五郎在哪里 在宫里当差呀 他现在怕是府里出了什么事 都还不知道呢 石大夫人见石正茂说了 石五郎就不说了 提醒到 阴姐在府里 那还有新姐儿和九郎呢 石正茂有些无语 那两个小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新姐儿娇气好享受 九郎同样好意无劳 他们两个呀 顶多能做点锦上添花的事 正是就别指望他们了 定衡被人叫去于陶阁 是听上去挺简单的 可实际操作起来却麻烦得很 首先 得找送信的人吧 其次送信人还得说服定衡去于陶阁 最后 还得保证这个人时候不暴露 这种跑腿的人 即便是我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出来 还有啊 即便罗元庆的行踪不是什么秘密 可要准确地掌握 是不是也得有人监视着呀 新姐儿 九郎身边的人都是府里分配的 他们来京又才一年 你觉得他们能有这样的本事 石大夫人不说话了 理论上来说 这事确实不可能是新姐儿 九郎做的 可是他心里就是隐隐觉得和他们有关 没办法 这时间实在是太巧了 一想堂 石老夫人和石老太爷也在讨论着这事 石老太爷看住老七 你为什么会觉得定衡是中了新姐儿的计 石老夫人直觉石老太爷 石老夫人也知道这样说不足以服人 但也没多和石老太爷解释 只知道 以前是我想简单了 我一直想着 孩子被抱错 不管是郑和 还是郑坤 都是无辜的 他们两人又重来没生活在一块 是不存在矛盾和冲突的 只要咱们多引导 他们是能有好相处的 可是现在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 曾是可以随随便便的给英姐儿介绍人品败坏的罗元青 金氏也能毫无顾忌的抬手打曾氏 他们就没想过事后两家人要怎么继续相处 如此没有顾忌 都是打心底里不想和对方好好相处 是我 是我太想当然了 石老太爷也叹着气 亲生儿子肯定是要留在身边的 可是杨子也是实实在在付出过感情和经历的 作为老人 他们自然是想亲子 杨子能好好相处 可惜 事事难料 他们所希望的 看似简单 实则困难重重 这时 安嬷嬷走了进来 老夫人 六姑娘回来了 石老夫人想了一下 让安嬷嬷去把安然叫过来 你敲敲过去 别惊咚六丫头 安嬷嬷点头退下 另一边 石福星回了伯府 就直接去了义柜院 然后知道了他娘 他姐今天双双发飙 动手打曾氏母亲的事 娘 姐 你们做得太对了 就该狠狠抽那曾氏在母女三人说话期间 安然看到院外朝他找招手的丫鬟 默默退了下去 石福星扫了他一眼 继续霍金月娥 石福音说话 不到一刻钟 安然就回来了 在义柜院待了一会儿 石福星就回揽月楼了 路上 安然有些欲言又止 石福星看了看他 并没有主动询问 一直到回到懒月楼 安然都没主动说石 老夫人叫他过去问话的事 直到一祥堂的丫鬟过来叫石福星 说石老夫人找他 安然才跪在了石福星面前 姑娘 奴婢有事要跟你说石福星看住他 说吧 我听着呢安然 刚刚老夫人叫我过去问话了 问你今天 有没有一直待在国女间石福星眸光一动 她一直知道他这位祖母是个厉害的精明人 可没想到居然这般敏锐 这是猜到他应时定衡了 你怎么回答的 安然面露自责 奴婢不敢欺瞒老夫人 也不敢泄露姑娘的行踪 就没说话 然后老夫人就让我退下了石福星 握了一声 台步就出了屋子 准备去一响堂 安然连忙跟上 忧心冲冲道 姑娘 奴婢感觉老夫人好像知道了什么石福星驻步 回头看向安然 安然 当初祖母将你派到我身边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好 我成她的好意 收下了你 你跟在我身边也有段时间了 你该看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在我这里 办事能力固然重要 但忠心才是第一位 你今天看似什么都没说 其实是什么都说了 你说你不敢欺瞒祖母 这我理解 但是 日后你就不要跟住我出门了 打理好屋子里的一切就行了 这样你也就不用为难了安然争了争 连忙跪下 姑娘 奴婢错了石福星看住她 你不敢欺瞒祖母 这是错吗 这当然不是错 你只是没从心底里拿我当主子而已 这丫头若真心拿自己当主子 就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即便不知道今天她翘课 离开国女间是去做什么 也该帮忙隐瞒 整罗元清和石定衡 她不怕施老夫人知道 可是下一次呢 下一次做的事万一是她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这丫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安然心头一领 连忙表态 姑娘 奴婢错了 一定再也不会这样了石福星不知可否 我看人 从不信他们说的话 只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行了 别跪住了 你好歹是祖母给我的人 让人看见了 不好说完 石福星就转身走开了 安然顿了一下 起身跟上 没一会儿 石福星就来到了一祥堂 佛堂里 石老夫人跪在佛像前 手中不断拨弄着檀木佛珠 嘴巴一张一合的 像是在念经 安嬷嬷将石福星领进来 就快速退了出去 石福星站了一会儿 见石老夫人不理她 又见上次罚她 抄写金刚经的桌椅还在 默默走了过去坐下 主动拿起笔 开始抄写金书 祖孙俩 一个念经 一个抄金书 谁也不打扰谁 转眼间 外头的天色黑了下来 石老夫人睁开眼睛 看了眼埋头专心 抄写金书的石福星 自言自语道 京城相较于边关 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在边关 没那么多规矩 不用受太多束缚 有些事呢 做了就做了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可是京城不一样 京城是讲究规矩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上一张大网 动了一个人 就相当于动了整张大网 这个时候 如果再向在边关的时候 直接了当地解决事情 稍有不注意 不仅自己要搭进去 就连家人也要跟住一块遭殃 石福星听着石老夫人的话 沉默了一下 笔不停 孙女倒是觉得 不管是京城 还是边关 都是靠实力说话石老夫人 是 这人不管走到哪里 自身本是强 才是硬道理 可是 实力强大于否 和一个人的功夫强弱 可没关系 江湖上 九品五者不少 可是真正开宗立派的 又有几个 若一个人 只是仗助会点功夫 就随意乱来 那最后等待他的 也不是什么好结局 石福星神色淡淡 那是因为他们都还不够强 石老夫人 拨弄佛珠的手指一停 一个人就算本事再强 那也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 只能独善其身 哪怕强大如绝颠宗师 为了身后人也要低头 除非一辈子截然一身 否则就逃脱不了 红尘俗世的干扰 使福星敏住唇 没戒话 石老夫人继续拨弄佛珠 古往今来 只依靠武力 就获得权力地位的人 有几个 就算意识得到了 最后也留不住 武力 从来不是一个人 强大于否的标准 要不然 就不会出现八九品高手 去给人当护卫这种事了 见石福星不说话 石老夫人瞥了他一眼 简单粗暴的武力 只能解决一部分事情 很多时候还治标不治本 在京城这种有秩序 讲规则 有着无数人脉网 交织在一起的地方 想要活得更好 靠的不是武力 而是脑子 一个人要是能理清 这些网的脉络 能驾驭规则 哪怕他只是一个太监 一个宫女 也能弄死一个高高在上的宠妃 石福星沉默了一会儿 祖母说得对 不过 适当展露武力 让人知道疼 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呀 要是一个人做了错事 就这么不痛不痒的结果 那他下一次 是不会长记性的 毕竟嘛 人都是喜欢欺软怕饿的 而有些人呢 你不把他打疼 他是不会有敬畏心的 石老夫人看住石福星 见他仍然不及不徐地 朝住经书 看不出他听进去多少 抬手道 行了 天色不早了 你回去吧 石福星果断放下笔 起身扶了扶身子 祖母 那孙女就先回去了 看住石福星离开 石老夫人也从佛堂出来了 见石老太爷 还在等自己吃晚饭 走过去坐下 那丫头不相信我呢 不相信他 为回英姐做主 所以自己就先出手 教训了曾氏 石老太爷安慰道 老四一家才回来一年呢 你好好教 日后他们会知道你的良苦用心的石老夫人揉了揉额头 英姐和罗元清定亲的传言得尽快澄清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做庆国公府即便民生再不好 也是国公府 石家目前的情况 还真没什么筹码能和他们硬碰硬 石老太爷沉默了一下 日后就不让郑和一家和郑坤一家见面了石老夫人点住头 他们只要能相安无事 我现在就谢天谢地了罗元清和南陵玩乐被人围观这样的事 也就是一桩风流浴室 原以为过些天这事就会被淡忘的 可没想到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浴室台的范浴室就此时弹劾了庆国公府 斥责庆国公府子弟修身不正 给社会风气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这一下风流运势变成大事了 特查思 叶末刚从地牢回来 就看到赵静笑着走了过来 范浴室嘴皮子挺溜的 当朝就说动皇上斥责了庆国公 庆国公罚奉一年 并没一个月 说让他好好管教府中子弟见叶末没什么反应 赵静知道他这是不满这惩罚 皇上这处罚也不算轻了 叶末哼声道 不痛不痒 这算什么处罚赵静 庆国公被当众斥责 也算是丢了面子 叶末看住他 你觉得庆国公是要脸的人 赵静 叶末没理他 眯住眼睛 派人去打探一下 庆国公府怎么就盯上那丫头了 赵静点头 放心 我亲自盯着这事说着 看了一眼叶末 玩笑道 哎 也不知是谁说 要和那四个小家伙不沾半点干系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叶末醋眉 认不认他们是我的事 我的徒弟 哪怕不是正式的 也不容他人欺负 第164章 疯了的国公夫人 庆国公府被御史弹劾 还被皇上当众斥责了 这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庆国公府这是得罪谁了吗 为什么这么说 纳罗元清和南陵行之事 还被人当众为官 这影响确实不太好 被御史弹劾也正常呀 切 这算什么事 大户人家的子弟 谁没点癖好 你是不知道 想当初 庆国公 搓磨死嫡子嫡女 这样的事 都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话 如今不过 罗元清生活不够减点罢了 哪里就直到 拿到朝堂上去说了 庆国公府啊 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 有人介事 要整庆国公府呢 说话之人 显然对庆国公府的八卦 很感兴趣 连忙问道 庆国公怎么会这般狠心 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放过 还不是因为被女色迷住了双眼 庆国公有个心肩上的小妾 那小妾常年和国公夫人不合 两人争斗得十分厉害 最后是 小妾仗着有庆国公的撑腰 害死了国公夫人的一双儿女 国公夫人虽还活着 可却因为打击太大 疯了 如今的庆国公府 是二房的二夫人在管家 这也太惨了 国公夫人的娘家不管吗 怎么管 庆国公虽品行不怎么样 可却很有本事 早在皇上登基之前 就投靠了皇上 如今很得皇上重用 京交的三千营 就是庆国公在掌管 哎 可怜那两个孩子了 就在大家引论庆国公 被皇上斥责的时候 庆国公府所在街道 一个二十多岁 其貌不扬的女子 英智地看住 国公府紧闭的大门 好一会儿后 才默然地转身离开 想什么呢 去往国女间的马车上 石福音见石福星双手脱塞 一副沉思的模样 忍不住出声询问 石福星 我在想庆国公府被弹劾的是 石定浩不解 这有什么好想的 石福星看住姐姐 弟弟 范玉士不过四品官员 怎么就敢弹劾庆国公呢 石定浩 玉士不就是监察百官品行的官员吗 庆国公府被弹劾挺正常的呀 石福星默了默 也许是我想多了吧 总觉得这事不是那么简单 说着 看向石福音 姐 你有没有注意到 哥今天出门的时候 脸色有些不对 石定浩插嘴 不仅哥 爹也很不对劲 昨天一听到姐和罗元清定清的传闻 爹的脸色一下就黑了 石福音面露担忧 爹和哥不会做什么吧 石定浩再次插话 不会的 爹要忙着巡逻 哥要在宫里当差 他们没机会说着 看向石福音 姐 我倒是可以帮你去教训罗元清 石福音赶紧到 你好好在国子舰读书 那的罗元清用不住去管 又看向石福星 你也是 不许乱来 石福星耸了耸肩 我一直很乖的 石福音有些头疼 只希望他和罗元清的定清传闻 早点过去 庆国公府 东北角 一处还算不错的院子中 一个深住戏袍的中年妇人 正一一压压唱着曲 周围的丫鬟 婆子都默然地看住 中年妇人正是痛失儿女 疯掉了的国公妇人 姐姐兴致不错啊 这曲子唱得是越来越好了 一个打扮精致的俏妇人 鸟鸟走了进来 丫鬟 婆子们看到她 都很实相地退下了 吴馨蕊 亲国公爱妾 每个月都会来东北院 瞧国公妇人 在外人看来 她这样做 不过是在炫耀自己的胜利 以及在看国公妇人的笑话 有沁国公宠著 即便府里其他人 对此多有看法 她也依然我行我素 确定丫鬟 婆子们走远后 唱着曲的国公妇人 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吴馨蕊 弹劾沁国公府的那个御史 查出是谁的人没 吴馨蕊哪里 还有外人面前的嚣张 此刻战战兢兢地 低住头 回主子 那范御史 就是一任死里的榆木疙瘩 背后应该没人 国公妇人灵力的眼神 刷得一下射了过来 这些年你的日子 是不是太好过了 这么明显的事 也都看不出来了 吴馨蕊头低的更低了 主子恕罪 国公夫人冷哼了一声 派人盯着武昌伯府布 武昌伯府不算什么 那从边关回来的一家子 才是主要对象 原以为 只是一家无族轻重的蝼蚁 没曾想 这蝼蚁回京 才不过一年的时间 居然就有自己的靠山了 庆国公府被弹劾 罗元清行之事被抓包 肯定都和那一家子有关 吴馨蕊犹豫了一下 试探道 主子 罗元清和石福音定亲的事 还继续吗 国公夫人沉了脸 当然要继续了 多找些人散播留言 就算最后石家拒绝了 石福音的名声 也休想好得了 这种事也要我教你 吴馨蕊赶紧道 属下知道怎么做了 国公夫人面色阴沉 永定门暴乱 这事他策划了一年多 目的就是为了 将小叔送出京城 以待将来能和他理应外合 可这一切都被人破坏了 特查斯 轮回殿势力太大 先不急 他迟早会收拾那些 阻碍他的人的 石定轩 石福音这两人 什么都不是 居然也敢参合 他必须得让他们付出代价 让人知道 不能随意插手延挡的事 国公夫人不满地 瞪了一眼吴馨蕊 又开始继续唱起起来 吴馨蕊收拾了一下情绪 趾高气扬地大声数落了一会儿 国公夫人 然后才像得胜的孔雀一般离开了 因为庆国公府的友谊推动 石福音和罗元清定轻的消息 一直被人议论得沸沸扬扬的 石福音在国女间中 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庆国公都被斥责了 庆国公府的人 居然还敢在这个时候 兴风作浪 到处造谣特查寺中 夜幕眉头拧成了疙瘩 查出庆国公府 为何盯上阴颈吗 赵静摇头 罗三夫人对外是这样说的 说英姐会公府 能帮他管罗元清夜幕眉住眼 庆国公府这般大肆造谣 哪里是想求娶媳妇的态度 这分明是想毁了英姐 这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赵静面露认同 我会继续派人盯着 庆国公府的庆国公府 位于内城西边的长平街 和位于长乐东街的武昌伯府 只有几条街之隔 10月26的傍晚 石福星下学回府后 吃了晚饭 就偷溜了出去 静静等在长平街对面 他在烟袋子那里 将庆国公府所有主子的喜好 都打探了一遍 知道他们大概的出行情况 没等多久 就看到庆国公府二老爷 从外头回来 在他下马车的时候 石福星垂在身侧的手 做抓取状 随即就见庆国公府门口的 罗二老爷直挺挺地 从马车上摔下 脸朝下 五体投地的那种 啊 隔得老远 都听到了 罗二老爷的痛呼声 我的牙齿 罗二老爷的门牙 被摔掉了三颗 脸也破了像 一时半会儿 估计没法出门见人了 看住被下人 匆忙送进府的 罗二老爷 石福星笑了笑 转身回府 第二天 石福星和石福音 石定号坐马车 去上学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 伯府街对面 站住一个 头果粗布的女人 第165章 成青 又是那人 马上就要进入11月了 气温一天比一天冷 下午放学后 石福星直接坐在 马车里等石福音 坐上马车后 石福星掀开车帘的一角 看向对面街道上 一个提着一篮子梅花 大声叫卖的女人 最近几天 他几乎天天 都能看到这个女人 早上出门的时候 在博府门外见一次 下午放学 在国女间门口见一次 这女人在监视他和他姐 即便他掩饰得不错 每次出现都会变更打扮 可却瞒不过他 石福星不喜欢被动等待 沉默了一下 打开车门 直接下了马车 然后静止朝着 对面街道走去 羽人见石福星 发现自己了 排步就想离开 可走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并转过身 直面靠近的石福星 在石福星距离自己 还有机密的时候 羽人突然朝他走去 在错身经过的时候 飞快地说道 信国公府根本不是 罗家人在当家 你们报复错了人 你们就是将罗家人都杀了 你姐遭受的迫害 也不会停下 石福星眸光闪动 转身过想要询问 就见那女人飞快地走开了 步子很快 一看就知道那女人会轻功 石福星没有追 从那女人的话来看 他对她们似乎并没有恶意 反而从其沙哑的语气中 能听出对沁国公府的浓浓恨意 这人是谁 他对沁国公府好像很了解 燕带子都无法打探出来的情报 他居然都知道 沁国公府不是罗家人当家 那是谁当家 阎党 阎党的人混在了沁国公府 可能是罗家人身边的心腹 妻妾 他们影响住罗家人的决定 看似罗家人在做各种坏事 实则背后是在他们在操控 石福星杵柱下巴回了马车 当初在得知 沁国公府是阎党时 他就很诧异的 沁国公掌管着 金石三大营之一的三千营 算是减在地心的重臣权臣 又有公爵在身 只要安分尽忠 哪怕后辈不出色 三代之内也可保荣华富贵不断 他们完全没理由去当什么阎党 冒着诸九族的大罪去犯上攀乱 付出和收获严重不成正比 而且失败的成本还无比高 只要稍微有点脑子的人 都不会这么做 如果说阎党混在沁国公府后宅 通过后宅的女人 影响住做事的男人 这就说得通了 刚好沁国公就有一个 逼封原配正妻 搓磨死嫡子嫡女的宠妾 刚刚那女人告诉她这些 目的是什么 石复兴单手脱腮 手指敲打着茶几 眉头微醋的沉思柱 那女人是想挤她的手 不 借她背后的武昌伯府 去对付庆国公府 一个国公府 庆国公还是手握重拳之人 若没真凭实据 贸然对上 只会打草惊蛇 迎来严党的疯狂报复 想什么呢 石复兴进了马车 就看到妹妹在想事 石复兴说了一下刚才的事 石复兴听后 想了想到 那人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我都不知 你呀 万不可贸然行事 以免中了他人的计 石复兴点住头 我知道的姐妹两接上 石定号后 就一起回了伯府 刚进府门 就看到了神色 略显忧愁的石总管 石总管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这是又出什么事了 石定号嘀咕了一句 姐弟三人回到议柜院后 就听金月娥说 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今天是朝廷命府 进宫参见太后 皇后的日子 石老夫人也去了 并当住皇后合众命府的面 澄清了石复兴和罗元卿 定亲的传闻 石定号笑道 这是好事呀 石复兴垂下眼眸 因为我 府里算是彻底得罪 庆国功夫了 金月娥赶紧道 英姐 你也别想太多 不过 等会儿你还是要到一祥堂 谢谢老夫人的之前 我一直在愁 怎么澄清传闻才好 好像不管怎么做怎么说 也堵不住别人的嘴线 再好了 你祖母当着皇后娘娘的面 澄清了这事 其他人也就不敢再提了 石复兴也说道 姐 这时又不是你惹出来的麻烦 你反而还是受害者 你可千万别自责 顿了一下 不过祖母在皇后 朝见命府的时候 当众澄清 你和罗元卿的传闻 也确实是打了 庆国功夫的脸 以伯府目前的情况 是没什么实力 霍庆国功夫硬刚的 老夫人能站出来 也确实是不容易 石复兴站起身 我这就去一祥堂见祖母 我跟你一块 石复兴跟了上去 很快 姐妹俩就到了一祥堂 石老夫人正在喝燕窝银耳汤 见姐妹俩来了 让两人坐下 并吩咐安嬷嬷 也给他们上了一碗 我喜欢喝这个 看住石复兴 笑眯眯的接过银耳汤 高高兴兴地喝了起来 石老夫人心中失笑 这丫头 好的时候可人得很 混账的时候 也注视是弃人 石老夫人将目光 移向石复兴 阴姐儿就要闲静多了 知道她心里惦记着是 主动道 你和罗元清的传闻成亲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日后即便听到一些疯年疯语 也用不住理会 石复兴放下碗 起身一服 多谢祖母石老夫人 笑着让她坐下 接着继续道 凡事都是福或相依 为了压下传闻 我选择在宫里澄清 这样做 好也不好 好的是 可以在源头斩断传言 不好的是 接下来的选秀 你可能会受到 宫里贵人们的注意 使福音刚放松的神色 又紧绷了起来 石复兴见了 连忙提醒道 姐 你有胡臭 是不会入选的 石老夫人听到这话 直接愣住 阴姐儿有 石复兴煞有其事地点住头 对 我姐有胡臭 石老夫人心里无语得很 看了一眼垂头不语的石复英 哪里猜不出这是假的 想斥责两人 不要随意自无名声 可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伯父远离朝堂太久了 宫里是一点人手都没有 阴姐儿外貌不俗 又会功夫 还有一个当御前侍卫的哥哥 对即将娶亲的几个皇子来说 是有可利用的价值的 偏偏伯父的情况 不足以让阴姐儿 成为皇子的正妃 哪怕是对于皇上来说 阴姐儿这样 有别于金钟闺秀的姑娘 也是有吸引力的 这么一来 阴姐儿一旦被选中 要么进宫未飞 要么给皇子做小 去做妾 和有胡臭会错失良绪相比 还是有胡臭吧 石复兴刚将碗里的燕窝银耳汤喝完 还想再要一碗的时候 就见十五夫人领住石复月进来了 石老夫人看了一眼母女两人 直接开门见山 选秀的旨意已经下发了 既然月姐儿没定清 那就和英姐儿一块参加选秀吧 十五夫人有些欲言又止 看了一眼石复月 最后化为了沉默 石老夫人看住石复月 月姐儿 咱们女人的一生是拴在男人身上的 男人选好了 后半生就好过 要是没选好 可能就要吃苦日子了 有些日子明面上瞧住苦 可只要夫妻俩一条心 日子也能苦中有甜 有些日子瞧着花团景簇 可那里却千疮百孔 阴景是没办法 而你是可以在选秀之前定下亲事的 既然你选择去参加选秀 不管结果如何 都要自己抗下 祖母今天要跟你说的是 人只能把握当下 对于过去和未来 都用不住太过于执着说着 也看了看石复音和石复星 你们要记着 做决定 能高瞻远瞩的只是少数 没那个能力 就安安分分地把握当下 只要所做决定 对于当下的你们来说 是好的就够了 至于其他的 都是胡思乱想这话 十五夫人和石复月都听懂了 石复月决定去参加选秀 就是为了五房日后 能出人头地拼一把 这对五房来说 可能是个好决定 可对石复月来说 那就未可知了 十五夫人心里 盈盈有些后悔 仔细想想 府里对五房也不错 他们其实根本用不住 拿女儿的终身去赌去博 石复星和石复音 看住石复月 心里有些感叹 不想参选的吧 没那条件 可以不参选的 却非要参加 喝了两碗燕窝银耳汤 石复星和石复音 离开了一箱堂 走在回忆归院的路上 石复音到 二姐姐参加选秀 祖母好像很不赞同石复星 祖母是担心 二姐姐会被选上 石复音转头看了过去 何以见得 不是她看清石复月 实在是京城姑娘 财貌出众的实在太多了 石复月不管是财学 还是容貌 其实都并不出色 石复星 宫里选秀 财貌虽然重要 但又不是最重要的 后宫 只是皇上平衡前朝的手段罢了 而皇子们呢 他们对女人的态度 和皇上是一样的 喜欢只是其次 对他们有用 在朝廷上能帮到他们 才是最重要的石复音 咱们府里面 也就哥有点价值 应该不会被人重视的吧 石复星面露不认同 爹就没价值了 爹虽然品阶不高 可武成兵马司 还是很重要的 还有大伯 大伯在兵部 多少还是有些人脉的 治愈伯府 怎么也是开国勋贵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左右可利用的地方说着 停下脚步 凝重地看住石复音 姐 我发现 即便你有胡臭 好像也不能万无一失地落选 有些皇子 喜欢韬光养晦 专门选家时 不高不低的姑娘 石复音 石复星有些发愁 万一真的有皇子 忍下胡臭 选中了你 这可怎么办 石复音默了默 反过来安慰石复星 事情已经这样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你放心 我会小心的第二天 石玉华来了伯府 带了好些上好的料子绸缎 月姐儿和英姐儿 这不是要参加选秀了吗 我这做姑姑的 也帮不到什么忙 只能给他们送些料子 做衣裳 石老夫人也没将石复月 石复音叫过来 直接平分了石玉华送来的料子 让安嬷嬷送去了两人的院子 石玉华见石老夫人 连人都不让自己见 有些不高兴 说了一会儿话 就去了石大夫人的院子 曾家也有姑娘要参选 我本还想着在选秀之前 让月姐儿 英姐儿和曾家姑娘先见见 这样选秀的时候 也好相处帮衬一二 可你瞧母亲 我这当姑姑的回来了 也不说让两个丫头来见见我时 大夫人有些头疼 二妹妹 这想法你快打住吧 英姐儿和罗元清 闹出定亲的传闻 就是因为曾家 如今四弟一家都恨死曾家了 你咋还想着 把两家人往一处推呢 石玉华解释道 曾老夫人跟我说了 给英姐儿说清 她真是好心 她也没想到 罗元清是那样的人 再说了 四弟妹打了宇威一巴掌 英姐儿又打了燃姐儿 她们都没说什么 四弟一家 怎好在抓着不放 石大夫人不想说话了 石玉华还在抱怨 要我说 庆国公府的事 郑坤一家受的委屈 可比四弟一家多多了 英姐的事 母亲好歹出面成亲了 可定衡呢 名声算是毁了 之前宇威给定衡 相中了一门亲事 可就因为出了于桃阁 被抓包的事 人家直接拒绝了 石大夫人心到了一生火该 石玉华看向十大夫人 大嫂 你有没有发现 四弟一家回来后 咱们家就开始各种不顺 一年里浮出了多少事 几乎渐渐都和四弟一家有关 你仔细想想 他们没回来之前 府里多平静何顺呀 不是我说 四弟一家真的有点拖累 咱们家了 十大夫人伸手捂住了头 不想说话 是 四弟一家没回来之前 府里是很安静 可惜的是 安静过头了 安静到京城里的人 都快要把武昌伯府给忘记了 虽说四弟一家回府后 府里发生了很多事 可他和石玉华的看法却不一样 石玉华觉得四弟一家脱累了府里 可他却完全相反 四弟一家让伯府重新恢复了生气 而不是像以前那般死气沉沉 第166章 谋发展 往年的11月 京城达官勋贵们都在忙着赏学筑茶 可是今年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选秀给吸引走了注意力 11月初八 京城的街道上不时驶过一辆辆选送秀女的马车 武昌伯府大门外 在石家人目送下 穿戴一新的石伏月 石伏英也坐上了马车 人群中 金月娥面色最为担忧 十五夫人神色最为复杂 进宫参选 很有可能是自己女儿命运的转折点 两人作为母亲自然是最为忧心的 至于石家其他人 神色都比较轻松 大多数人心里其实是期望两人终选的 大人们顾忌着四房 五房的心情 没说什么就散开了 可小辈们却聚在一起憧憬未来 希望二姐姐和三姐姐能选中 这样 咱们家也是皇亲国妻了 最好是被皇上看上 进宫魏妃皇上 皇上年纪太大了 都能当二姐姐 三姐姐的父亲了 还是被皇子看上的好 你知道什么 进宫魏妃对伯府才是最好的 二妹妹 三妹妹是皇上的妃子 咱们天然就是皇上的人 用不住参合进其他党派之争中 要是二妹妹 三妹妹成了皇子的人 日后伯府很有可能会被搅合进皇子之间的夺地中 夺地一事 向来腥风血雨 稍有不慎就是抄家灭族 你们自己说说 二妹妹 三妹妹是进宫魏妃好 还是进皇子后宅好 这那还是进宫魏妃吧 十福星走在后头 听着家中兄弟姊妹的议论 并没有出声 姐 你想什么呢 十定号见十福星一直不说话 伸手在她面前晃了晃 你是在担心三姐会被选上吗 说着 拉着十福星落后一段距离 姐 你不是给三姐配置胡说的药了吗 刚刚三姐上马车的时候 我特意闻了一下 那味道简直绝了 我以一个男人的感受告诉你 没一个男人会受得了的 你呀 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去吧 扑呲 十福星一个忍不住笑出了声 看住傻弟弟 你作为男人 你是什么男人呀 你顶多是个小屁孩 十定号不乐意了 我怎么不是男人了 拍了拍胸脯 我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姐 我实话告诉你吧 都有小姑娘给我送荷包了 看住嘚瑟的傻弟弟 十福星乐得不行 哟 看不出来呀 你还魅力不小吗 面露好奇 荷包呢 给我瞧瞧十定号一脸正色 姐 你也探小瞧你弟弟了 我是那种随便的人吗 要是随便一个姑娘给我送荷包 我就要收下 那我也太掉价了 十福星满脸笑意 瞧把你给能的六妹妹 九弟 我们要去大哥的水泄赏雪 你们也一起吧 十定号看了一眼十福星 见他兴致缺缺 大声回道 我们还有功课呢 就不去了 你们玩开心点啊 看住十福星 十定号走远 十福灵撇了撇嘴 每次叫他们一块丸 三次才答应一次 这架子也是够大了十福一 四叔一家都不想三姐姐参选 他们心情不好 你又何必抢求他们十福灵 我哪里要抢求他们了 还有 我抢求得了他们吗 哼了哼 一家子兄弟姊妹都在一块 就他们缺席 知道的小的是他们不愿意跟我们玩 不知道环宇为我们排挤他们的十定荣说话了 行了 六妹妹和九弟有事 我们自己赏雪就是了十定号和十福星回到义柜院后 见十福星情绪还是不高 插一道姐你咋还变得多愁善感了呢 这可不像你十福星斜了他一眼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没心没肺啊 十定号反驳 我这是天生的心宽大度 十福星没和他继续多说 只是道刚刚灵姐儿他们的话你也听到了 什么感受啊 十定号吃笑 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 他们想谁选上谁就能选上啊 十福星神色淡淡 说是一家子兄弟姊妹 可是遇上是大家最先考虑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有几个设身处地的考虑过姐和二姐姐的胆受了 大家想的都是两人选上后对伯府的好处 可不管是进宫卫妃 还是进皇子府 日子都不是那么好过的 十福星看住十定号 九郎 你觉得京城怎么样 十定号想也没想就到 京城当然好了 有好吃的 有好玩的 还有好看的 好听的 好多东西都是我在边关想都没想过的 十福星默了默 京城确实够繁华够热闹 可却也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十定号点住头 姐 这个我懂 我也记着你之前说的 京城就像是个棋盘 我们来今后 就是里头的棋子了 十福星 是啊 是棋子 就会被人挟制 不管你愿不愿意 哪怕地位高如定国功夫 也得乖乖将最宠的九姑娘 送去选秀时 定号面露恍然 姐 原来你是担心夏侯姑娘啊 你放心吧 我听哥说了 夏侯老国公前两天进宫了 他肯定是为了夏侯姑娘去的 皇上怎么也得给夏侯老国公面子吧 夏侯姑娘肯定会落选的 十福星 魔光微闪 这人还是要有足够大的价值 价值够大 连皇上也得给面子说着 看向十定号 九郎 你有想过以后吗 十定号一愣 以后 面露不确定 好好学习考状元 十福星也没指望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 对未来有多清晰的规划 知识到 我们回伯府满打满算已经有一年了 这一年里 爹当上了兵马司的副指挥 母亲也学会料 如何打理伯府分给爹的田产 铺子 除了府里的阅历 咱们家也有自己格外的收益了 哥考中了武状元 当了四品御前侍卫 你 我 还有姐 考入国子剑 国女间 我们一家也算是在伯府立住了脚 站稳了脚跟 就该谋发展了十定号 发展 发展什么 十福星看住他 你想做什么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要获得自己想要的 你要做些什么 十定号被问猛了 这些他从来没想过 他们还不到十三岁呀 用得住想这么严肃的事吗 那姐 你想要什么 十福星站起身 看住院子里的桂花树 我想要自由的生活 不想做的事 别人不能强迫我去做 回身看向十定号 我的人生 只有我才能做主 别人不能干涉 十定号听得两眼放光 姐 我跟你是一样的 十福星笑了 可是在京城 要做到这一切 是很难的 十定号可有自信了 没事姐 我们一定可以的 十福星失效 那你跟我说说 你预备怎么获得 想要的一切 十定号卡壳了 憋了半天来了一句 我是弟弟 我先瞅瞅姐 你是怎么做的 十福星 腻了他一眼 要想主宰自己的人生 尤其是在京城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权有势 又足够影响他人决定的筹码 如何获得筹码 或是创造筹码 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了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人生最大的两件事 不外乎成家立业 只要这两样顺了 其他的也差不到哪里去 回了伯府后 咱们家的生活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就比如 搁解年纪都不小了 咱们家能拿出一份 看得过去的聘礼 和嫁妆吗 拿不出 就需要伯府接济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得了人家的银子 就得听人家的话 不想日后轻时被人拿捏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得多多地赚取银子 银子从何来 得先有一份产业 产业有了 并将其发展壮大 银子自然就来了 银子有了 自然能凑齐一份丰盛的嫁妆 我要有了足够丰盛的嫁妆 不需要福利出资 将来选择夫婿 我就能有绝对的话语权 所以 第一步 我要拥有自己的产业 实定号 什么产业 实服心 这个就要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定了 选择经营一份产业 要先考虑 是否有市场 自己是否擅长 收益是否大 是否拥有强有力的竞争力 根据这些标准 你自己想想 你可以做什么报我呢 已经想好了 我要开始筹备开胭脂水粉铺了 我要京城的女子 在选购胭脂水粉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我卖的第167张 有人欢喜 有人忧 皇宫 西华门 一辆辆专送秀女的马车 整齐地排列住 一群岔子烟红 芳华正盛的秀女们聚集在一块 为森严卫义的工程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生机 石浮月 石浮英没敢乱走 就站在伯夫马车前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秀女 一边等待着宫里人来引他们进宫 看住自容不凡 疯滋各异的秀女们 石浮月有些局促地 将手中的井帕揉成了一团 她来参加选秀 自然是想中选的 可她也清楚自己的情况 家事上 伯府不能给予很好的助力 而她自己也没有 咽压群方的资容 看住眼前这些 不管是家事 还是容貌接胜过她的秀女们 她一下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一旁的石浮英就淡定多了 她没有想要中选 自然不会将其他秀女 视为竞争对象 没有竞争 自然没有压力 不过 石浮英的神色 也并没有多轻松 她不想中选 但要防着中选 她不想自己日后的生活 都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不管是进宫 还是进皇子府 都不是她想要的 浮英就在姐妹俩 南辕北辙地想着试的时候 夏侯欢颜走了过来 欢颜夏侯姑娘三人见了李 夏侯欢颜就皱起了鼻子 醋眉看住石浮英 你这身上是什么味道 石浮英将助脸 唯有狐臭 夏侯欢颜一言难尽 就在这时 一声娇俏的声音响起 福岳妹妹 福音妹妹 长向五妹艳丽的曾若云 连步姗姗走来 一靠近 就热情地和夏侯欢颜打招呼 夏侯姑娘出于礼貌 夏侯欢颜淡淡地点了一下头 前段时间 福音和罗元清的传闻 闹得沸沸扬扬 始作俑者就是曾佳人 永定门暴乱 石浮英一路护着自己 他本就喜欢石浮英 不同于规格女子的 撒爽气质 又经了这样的事 早就拿石浮英当朋友了 如今对上伤害过石浮英的曾佳人 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 曾若云见石浮英 夏侯欢颜对自己都很冷淡 也不生气 笑音音地和石浮月说起了话 石浮月本就有些紧张 如今有人陪着聊天 可以缓解压力 倒是十分乐意和曾若云说话 夏侯欢颜见了 拉着石浮英远离了两人一些 然后才低声道 你身上的味道是怎么回事 没等石浮英回答 又道 你倒是狠得下心 居然自损名声 选秀一事 向来被人关注 你可知道 你这毛病一旦散播开了 日后可没什么好人家 敢去你家提清了 石浮英笑了笑 我这不是没辙吗 再来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即便我在努力 在很多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不足和缺陷的 我从未想过嫁入高门 所以 外人即便知道 我有急又能有什么要紧的呢 说着 看向夏侯欢颜 我呢 只是预防万一 你可不一样 被选中的几率太大 你可有想法子 夏侯欢颜展颜一笑 低声道 老祖宗进宫见过皇上了 今天出门之前 让我放宽心 我呀 就是进宫走个过场 时福音也跟住笑了 那就好说话间 宫里有人出来了 两个长相严肃的 嬷嬷领着一群宫女 走了出来 然后打开名册 开始念名 念到名字的秀女 依次过去排好队 等名字念完 所有秀女便随着 嬷嬷和宫女 进入了皇宫 选秀的第一步 就是内听嬷嬷们的初步选乐 将容貌有瑕疵 身体有疾 体态不合标准的秀女排除 这一步 是最容易落选的 石福音站在秀女中 看住一列列秀女 被嬷嬷们带入内室进行检查 不由动了动的搁置窝 时刻坐着被人发现 有糊臭的准备 然而 嬷嬷们才检查完 时来的秀女 皇后身边的女官来了 娘娘有指 轩东方云荣 夏侯欢颜 罗婉晴 汪安童石福音 昆宁宫一见 听到自己的名字 石福音没有任何喜悦 心中沉甸甸地跟住女官 和被点名的秀女 一块去了昆宁宫 看住石福音离开 曾若云和石福月都眼露羡慕 都是伯府的姑娘 怎么皇后娘娘 只叫了福音妹妹 没叫你 曾若云巧声问住石福月 石福月垂下眼眸 没说话 曾若云接着道 真是羡慕福音妹妹 她这么被皇后娘娘叫走 就算是被记名了 只需等住最后的淀选 看是被皇上留用 还是被指给皇子们文言 石福月交叉垂放在腹部的双手 不由紧了紧 不过还是没有回应曾若云 另一边 石福音神色凝重地跟住众人 来到了昆宁宫 刚好这时正是后宫嫔妃 来给皇后请安的时间 他们只能站在外头等住 在皇宫 即便是出身过国公府的夏侯欢颜 东方云荣这些人都规矩地不行 不敢多说一句话 也不敢左右张望 足足站了半个时辰 皇后才让他们进殿 接下来 石福音等人受到了所有后宫嫔妃的打量和询问 此刻 即便是不想中选的夏侯欢颜 石福音 为了家族颜面 也不得不谨慎应对 他们现在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 还代表了整个家族 等被叫过来的秀女都被询问了一番后 皇后就直接让女官将他们送去了楚秀宫 秀女进了楚秀宫就相当于被记名留用了 看住石福音等人离开 为皇后笑着 还看了一下众嫔妃 感叹道 这一届的秀女真真是个顶格的出色 不管是才学 还是容貌 都上上之选我们可得睁大眼睛好好瞧住 争取多为皇上选几个可心的妃子你们这些做树母的 也要帮着相看一下这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次选秀 你我姐妹务必漂亮地完成这事宫门口 伯府的马车早早地就等候住了 只要石福音石福月没过选秀第一关 他们今天就能接两人回府 可惜 等啊等 一直等到石定轩下差 都没等到石福音石福月出来 不用等了 二妹妹三妹妹都被留下了 石家上下知道这消息后 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石定号傻眼了 三姐身上那么大的胡臭味 这都能被留下 石定轩解释到 英姐根本没有参加选月 直接被皇后将去见了一面 然后就被送去楚秀宫了 石福星还算平静 这个结果 他也是有预料的 真正无法接受的是 金月娥和石正和 石福星上前安慰到 爹 娘 姐被留在楚秀宫 也并不代表住 一定会被选上的 两人没被安慰到 都一脸的凝重 相较于石正和一家的凡仇 百顺街的石正坤一家 就高兴多了 若云表姐被姬名留下了 以她的姿容 一定会被皇上看上的 到时候 我们就是皇亲国期了 第168章 巧遇 姐 你写什么呢 石福星被留楚秀宫 有些出乎石正和一家预料 石定浩看住爹娘担忧的样子 想找石福星说说话 便来了揽月楼 一过来 就看到石福星 傅安低头在写东西 大皇子 叶末 斩神医 蔡小侯爷 赵大公子 石定浩看住白纸上的黑字 不由低声念了出来 随即疑惑地问道 姐 你写这些做什么 石福星放下笔 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法子 可以帮道姐说着 看向纸上的人名 这些是她认识的 且有能力进宫的所有人了 石定浩 你不是说 就算三姐留在宫里 也不一定会被选上吗 石福星 这不是预防万一马 石定浩看住名单 挨个分析 大皇子身份是够贵重的 可他常年体弱多病的 很少进宫 他怕是指望不上 叶师福看似全是滔天 石则如履薄冰 满朝的官员就没不忌惮他的 让他帮忙 可能忙没帮到 反而惹出其他麻烦 斩神医出了名的不管闲事 而且姐 你不还没告诉他 你是他师妹吗 蔡小侯爷倒是个好选择 咱们有蔡总督给的玉佩 求上门 不怕他不答应 可蔡总督遇刺他去西北了 现在还没回京呢 赵大公子 他这边要是能帮忙 哥早开口了 估计也不行这些 石福星也想到了 叹了口气 提起笔 挨个在人名上画上了叉 姐在宫里 咱们能做的注视有限 石定浩 姐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太担心了 三姐挺有主意的 我相信他能搞定自己的事 再说了 还有哥看住呢 石福星点住头 希望把楚秀公 因为公归森严 姑娘们住进来了后 明面上都一团和和气气的 可暗地里却没少相互攀比争斗 石福音和夏侯欢言住的一个屋子 两人都不想被选上 过得倒还算自在 不过两人也有烦恼 夏侯欢言要提起进来应酬 其他过来拜访的姑娘 而石福音也要时不时 见见石福月和曾若云 二姐姐 听说这两天 你经常和曾姑娘出去走动 石福音拉住石福月走到角落 小声地询问 石福月神色有些不自在 含糊道 我们就随便走了走 没走远 曾表姐拉着她出处秀公 是想偶遇皇上或皇子的 石福音 二姐姐 嬷嬷们再三交代 让我们不要随意走动 万一冲撞到贵人们 可不是我们担待得起的 石福月有些不以为意 三妹妹 你也太大提小做了 又不是只有我们出去 多少秀女去御花园赏花了 她们都没出什么事 我和曾表姐又没走远 见石福音还想多说 立马道 好了 我心里有数 不会万来的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看着她走远 石福音眉头紧簇 这时 夏侯幻眼走了过来 你呀就别瞎操心了 有些人呀 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 你这位二姐姐 瞧她的样子 是铁了心想被悬上 你现在不让她走动 无疑是在毁她的前程 石福音担忧道 我怕她中了别人的计 下后欢眼耸了耸肩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一个人要只是空有野心 而没相应的实力 被人坑是肯定的 石福音看住石福月消失的背影 也许被坑落选 也是件好事 两人没再多说 回了屋子 秀女们在楚秀宫 一住就是好几天 就在秀女们百无聊奈的时候 昆宁宫总算传来消息 让秀女做好准备 准备明天前去参见太后 第二天一早 秀女们就起床做准备了 早早地穿戴一新 等住去见太后 可是 一直等到晌午 都没人来叫她们 吃过午饭 夏侯欢眼又被几个 国公府家的姑娘叫走了 石福音一个人留在屋子里 正当她准备到床上 小气一会而失 曾若云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福音妹妹 福月要去梅花亭采梅 我怎么也拉不住 你快去把她叫回来吧 我可听说了 柳贵妃冬日里最爱去的 就是梅花亭 福月这要是碰上了柳贵妃 那可怎么是好 看住急得不行的曾若云 石福音面色没什么波动 不过垂眸沉默了片刻 她还是站了起来 带着丫鬟出了屋子 福音妹妹 我刚刚跑得太急了 就不跟你一块去了 石福音看了一眼 站在楚秀宫门口不动的曾若云 点了下头 曾姑娘好好休息 看到石福音走远 曾若云嘴角不由勾了起来 她已经得到消息了 太后的人 马上就会来叫她们过去拜见 石福音要是不在 肯定会惹恼太后 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被撵出宫去 另一边 甘糖担忧地看住石福音 姑娘 咱们就这么出来 好吗 石福音淡淡道 我们是出来找人的 不管谁问起 都合情合理甘糖 可奴婢总觉得曾姑娘没那么好心 石福音笑了笑 她是不是好心并不要紧 不管是梅花亭那边有什么陷阱 又或是曾若云故意指她出楚秀宫 在关注兽女的贵人那里 她势必会留下不好的印象 可她又不想被选上 印象的好坏 对她一点也不重要 若是因此被踢出宫去 那她还要谢谢曾若云呢 梅花亭很好找 在宫城西南角 立于成片成片梅树中央 石福音在梅林中转悠了一圈 没看到石福月 当即明白 曾若云是故意指自己出楚秀宫的 今天秀女们最重要的是 不外乎见太后 这对于她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当即放心 现已十一月下旬 东梅已赞放 走在梅林中 闻着淡淡的梅香 看住双雪中那点点红色 石福音还真的生出了赏梅之心 难怪那么多文人默克都喜欢梅花 确实是好看梅梢之头 倩影直立 芙蓉粉面 细袖寒香 十多米之外的亭子里 萧子清采了十多只梅花 正抱着南首炉暖首 就看到石福音立于梅花树下 闻梅香的一幕 石福音乐 石福音乐 石福音乐